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一集的Bohenian Vibes 香港電音的教學 我是Simo 今天我們會講一下怎樣可以把你的音樂 放到Spotify、Apple Music等等的平台 首先我們在開始之前介紹一下 我們最近推出了一個新的Video Series 是講十天內怎樣去學 Ableton Live 會帶你由一個最基本的介面 講到怎樣做完一首歌 基本上是一個給新手或未碰過Ableton的用家 最重要的是這個Video Series是完全免費的 所以我們記得去看 在我的Facebook或Youtube的頻道都有 我們首先講一下今天的話題 怎樣可以把你的音樂放到Spotify、Apple Music 甚至是香港的平台 例如KKBOX、JUKES等等 我們首先看到Spotify 本身自己都已經有一個 給你怎樣可以把你的音樂放到他們的平台 它就說其實有兩種方法的 最主要 第一就是你一定要經過一個唱片公司 也就是你作為一個音樂 你要跟他們簽合約 然後他們才會幫你 take care 怎樣可以分銷 怎樣可以發行你的歌 當然很多新手的製作人或是音樂 未必有一個exposure 可以令到唱片公司會注意他們 所以這件事我們今天是不會說的 我們會說的是第二樣 就是自己找一個 Distributor 去幫我們的音樂放到Spotify Spotify 其實有一個 Prefered Artists Distributor 它的意思呢 就是可能跟Spotify合作開 然後他們就會介紹 利用這兩個服務 就是Distro Kit 和 CD Baby 這個就是Distro Kit 的網站 當我們 sign in 了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它是要付錢的 這個網站 最便宜的都是要20美元一年 它就會讓你上載一些歌曲 然後它就會經這個 Distributor 放一些歌曲去Spotify 還有另一個就是 CD Baby 我們看看它的網站 其實都是需要錢的 就是 CD Baby 最便宜的 是9.9毫半 每一首歌曲計算 這不是一年計算的 當然我作為一個 也不是一個很有錢的音樂 那怎樣可以把歌曲放到Spotify 有沒有一些免費的選擇 答案是有的 就是這個叫 Root Note 的網站 Root Note 其實我都用了幾年 我都覺得蠻好用的 雖然它不是給你所有的Royalty Royalty 即是收益 即是有人播你的歌曲就有收益 它不是給你所有的收益 它是給你85% 但是你上載上去是完全免費的 首先我們先登記了 然後如果我們要上載一首歌曲 我們就會在這個Distribution 然後製作一個新的Release 要注意這個Root Note 其實這個網站是有一點慢的 所以我們都要給一點耐性 我們就隨便打一些東西吧 它就會有很多條款 又說你要有license 問原住人拿得同意才可以發佈你的歌曲 等等 然後它就會有些限制給你 例如art word 如果art word 它有些限制 它是一定要你上載1425x1425的檔案 還有很多其他的限制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網站最好用的原因 都是因為它免費 而且它可以幫你擺放所有平台 加上有youtube的Content ID 即是如果你這首歌曲 被其他的youtuber用了 你的youtube頻道自然會列列在別人的影片底下 說你是版權持有人 然後收益是會給你 因為它會列列到你的歌曲 在別人的影片中用了 這個好像是最近一個新的feature 我們有三個選擇 不知道大家會選哪一個 或者大家有沒有用開一個Distributor 或者大家已經是sign了一些唱片公司 這個就最好 它可以幫你搞定所有東西 但其實很多時候作為一個沒什麼錢 然後又想把歌曲放上Spotify Apple Music等平台的一些音樂人 其實我們很需要這些平台去推廣自己的音樂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就會說一些新的東西